特尔辛基美俄首脑会见记者时双方握手图,路透,海外往10月11日电,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,打算在阿根廷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,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。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消息,特朗普9日对记者称,我将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,通普京会面。我不知道,我们是否会在巴黎见面,但将出席领导人午餐会。 特朗普表示,他与俄罗斯元首普京的关系非常好。 特朗普强调,同俄中保持良好关系是件好事。 据了解,20国集团峰会将于11月30日至12月1日,在布伊洛斯艾遇斯举办。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,近日曾表示,俄罗斯总统普京,与美国总统特朗普,11月11日一定会在巴黎会面。 但是,佩斯科夫笃定说,他们一定会见面。 但他又表示,确实,情况有些变化。 一战结束100周年纪念活动的多边模式,不允许两国总统进行深入会谈。 据悉,今年7月16日,特朗普和普京,在赫尔辛基首次正式会晤。 特朗普在联合记者会上,否认美国情报部门所作结论,即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,在国内触发舆论风暴。 此后,美俄首脑会晤和普京防媒等议题,几经变更,仍难在被双方最终确认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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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